第九題仍然在問你Angles on Parallel Lines 我們看一看題目 題目有兩條直線 還有兩條平衡線 分別是A Boy平衡於XY 和EF平衡於GH 我們先看看A part A part 要你找Angle F E G 即是紅色這個角 很簡單 你會看到和102度分別 比EF和GH平衡線 夾住 所以我們會認得出Angle F E G 和下方的102度形成內閣 Interior Angle 的關係 所以我們Part A很簡單 按照寫 Angle F E G 加上102度 會等於180度 Recent Interior Angles 平衡線是EF 平衡於GH 所以Angle F E G 就等於180度 減102度 所以答案是78度 這時候我們就要做Part Boy了 Angle G H Y Angle G H Y 即是藍色這個角 Angle G H Y 我們怎樣找好呢 你會看到這個設定 明顯地是要加一條線給它 我就說 加一條這樣的線 將Angle E G H 斬開它 我將這條線 我將這條線 命名為G N 這條線 而這條G N的線 有什麼特別呢? 它是和A Boy和XY 平衡的 平衡的 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形成了兩個平衡的關係 分別呢 分別呢 就是這樣的樣子 上面呢 就是E Boy 而下面呢 就是 Ng 的Ng 而下面那部分呢 Ng 又會和 H Y 去做一個平衡的關係 這三條線都是平衡的 所以我們其實呢 看到一大堆的 Alternic Angle出現了 所以我們就會回答題目的時候 回答別人 就是 Refer to the figure 特別告訴別人 我加的這條線是有特別的 A Boy 平衡於Ng 平衡於XY 好 現在我們先開始做數了 我們就說 Angle Ng Ng 就等於45度 OK 即是哪兩隻角相等呢 就是現在綠色 highlight了的兩隻角 會是相等的 OK 是相等的 Ng 是45度角 Recent Alternic Angle 鬥好 哪兩條線平衡呢 就是A Boy 平衡於Ng 然後我們就順利地找到 Angle Ng H 是什麼呢 下面那一塊 下面那一塊 就會是 102度 減45度角 我們就會知道 就是 57度 57度 咦 我在計什麼呢 黃色的部分 highlight了給你們看 這個是57度 57度 而這個黃色的部分 就會跟我們的目標人物 Angle G H Y 就會是相等的 因為又是Alternic Angle 所以我們 怎樣寫呢 我們就是 Angle G H Y 會等於 Angle Ng H 又是寫個Recent Alternic Angles 就好 Ng 平衡於 X Y 所以答案就是 57度 這個就是第九題的答案 是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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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